8月12日 第三届海峡两岸 同龄同雕艺术大学生时讯夏令营启动仪式 在素有中国古同都当代同基地之称的安徽同龄举行 当日 来自台湾东海大学 台湾艺术大学 高雄师范大学等台湾9所高校40名师生 首先参观了同龄博物馆 了解驻同的历史以及同雕制作记忆的发展过程 并与当地高校大学生同雕大师共同探讨当代生态艺术 环境艺术 再利用艺术等课题 那因为我是在台湾学雕刻的 那么在艺术这一块 祝同是很重要的 是学艺术很重要的一个涵养 学养过程里面很重要的 所以当时我听说了林院长有这个同龄的严锡营 我就非常想要参加 所以我就主动去跟他报名 据了解 此次为期11天的文化交流活动 台湾师生将采取师傅带徒弟 两地青年同吃同行同进车间 共同实作的方式进行参访考察 同雕艺术学术研讨 同雕艺术品设计时讯等活动 祝同在台湾要相当的 相当高的成本 就是学生基本上不太会碰触到 可是来到这里的话 因为这里资源丰富 所以比较可以让我们更接近到这个产业 所以我希望可以借由这边的文化跟这边的资源 看可不可以在这个小镇上做一个属于我们这里对这里的发想的一个创作 自商周时期开始 采野铜的历史已有三千余年 铜雕艺术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载体 如何让传统文化历久弥新 探求铜雕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的作用 特别是人与自然 心理 历史 文化 精神等方面的关系 成为了现在铜雕艺术探寻的方向 因为我们可能在对于艺术的这个表现方面 是用一个比较我们传统的角度 那么我们应该透游像林院长这次提的未来 想要将艺术介入我们这个同龄小镇这样的概念 就是引进了很多方面的观点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将来就可以用世界人的角度跟观点 来形塑属于一个同龄的文化 也就是用大家的语言 那相信我们的底蕴绝对是丰厚的 这个我个人也很有这个自信 从这个文化的传承里面铸造等等 绝对没有问题 那应该说我们现在是要融合一个世界的语言 那么将来才能够凸显我们中华文化之美 近年来 同龄市充分发挥同雕艺术研究院的资源 和相关同意企业设备 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 积极申报 获批晚台同雕艺术大学生实习基地 以基地为载体 以青年为重点 以时讯为抓手 积极与台湾高校开展交流交往 目前已连续三年举办两岸青年灰文化交流月活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